那你現在對普京來說 如果這個合理性沒有得到至少表面上的滿足的話 那就你說的我是打輸了 這跟時間長短沒有必然關係 但有點關係 四天之內打完他怎麼都說 大家可以講 三十幾天還沒打完 那最後打下要停火的時候 他得想辦法去定性一下 所以你說 如果和談停火 可是這個戰爭把火已經燒到普京自己身上了 現在問題就是 你的定性就要回來講說 那我普京說我為什麼現在可以停下來 如果現在說不過去的話 那文迪兄剛講的 那你為什麼發動這樣的戰爭 大家不要忘記 希特勒很快時間就把大半個歐洲打下來了 他都面臨被自己高階將官暗殺的命運 人家殺了42次 只是加壞命當沒被殺掉罷了 可是換句話說 這肯定是絕對存在的 所以我們不能排除 就是國際上對這件事情的猜測 其實普京自己心裡有數 他也曉得說這東西是有點危險的 只是現在看起來就是他的確可能是有點錯判形式 有點錯誤形式 所以發動戰爭的我覺得 其實對這個國家來說都有相當風險 這因為剛才這個明老師提到的這個希特勒 這個奧特勒他當時在面臨這個暗殺 是一個的確是一個發生的這個事實 所以當平可夫先生他提出來他覺得說 這個普京大概也會遲早要下台 甚至可能面對暗殺的這個可能性 就立刻引起我的注意 因為有人願意把他談到檯面上來談這個事情 所以文迪兄你覺得呢 你同意這種這種觀點嗎 我覺得當然俄羅斯現在內部問題的確是很多啦 這是一個算是一個棋手式的一個回答 那我覺得普丁的確他就像很多很多的威權主義強人一樣 都有個騎虎南下一個一個老問題 那你看他上台大約20年上下嘛 上來之後大大小小四場比較明顯的戰爭吧 一個是車城一個是2008前後那個打Georgia 再來是2014Cremia 然後到現在是打烏克蘭 基本上每次他如果覺得他的統治的正當性 好像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戰 他需要重新在精英集團裡面樹立他的權威 然後也向他的選民證明說 為什麼應該是我當家的時候呢 那最常見的一個方法就是說 我來所謂的Make Russia Great Again 讓俄羅斯再次偉大 那這是一個常用的招數 那現在他問到的情況就是 好幾年前是大家也問過一個問題 就是說當你已經習慣 你的正當性是建立在So much winning 好像選我我們就會一直贏下去 這個前提下的時候 當你現在需要公開在全世界壓力擠破之下 公開承認說不是選我就會So much winning的時候 那麼你的正當性需要從哪裡而來 當他找不到的時候呢 就會有其他跟他在各個方面 不管是利益團體不一致或者是政治思想不一致的其他的 勢力可能會找一些方法 來說那就不然就換人做做看 普丁周圍的這些人身上 因為當他剛宣布要進軍烏克蘭的時候就有人做分析嘛 說他們普丁的決策體系主要是他的國家安全委員會 那其中五個人是主力的 五個人裡面有四個人是情報系統出身 這四個裡面還有三個 是普丁當初在聖彼得堡那邊的時候呢 他的情報的那個好朋友們和下屬們 所以說可以看到他的權力和決策機構 他是多麼的相對於單一性通知性和封閉性 這一方面可能可以解釋為什麼他會做一個 事後知名的角度 至少看起來是頗有值得質問空間的一個決策 那些患者是因為場體系統 旁周圍的模式 你怎麼看 我應該坐好